路口处车辆纷纷减速停等红灯 不过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却突然向右急切 不慎撞上前车车尾 接着又擦撞到路旁机车及变电箱 吓得不少歧视连忙闪避 第一台撞路边的机车 然后又撞那个变电箱 我有听到蹦 然后就有人在大喊 就加停车的意思 它就直接往那个 那个什么西方那边开了 夸张的是驾驶撞了人 第一时间飞但没停车 甚至还加速闯红灯逃离现场 事发就在十八号傍晚五点多 新北市板桥大关路三段 及堵行路二段路口 警方调查这名驾驶 禁逝五照上路 当天他偷开爸爸的车 要去卢州找朋友 没想到才刚出发五分钟 就一连撞了三台车 担心东窗事发赶紧加速逃离 没想到几分钟后 就因车速过快 自撞分隔岛被警方带个正着 从下来可以看到 就连停在路边的机车 也被撞倒在地 不止后照镜被撞坏了 甚至就连机车车壳 及方向登壳也通通被撞毁 警方事后通知车主到场 他这才发现自己儿子闯下大祸 只是钥匙明明就在身上 怎么车还会被偷开走 原来早在今年初 他就已经偷偷拿走备份钥匙 让做父亲的又气又无奈 决定提出窃道告诉 铁了心要让儿子学到教训 三星完最强烈的爱情 已经被采访报导